跟以往仙侠剧的套路一样 《长月记》名字中的男女主角 同样也是经历了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 而且每次都是生死离别的结局 其中最经典的便是明夜的梦 在这般若浮生中 但台锦和夜西雾利用明夜与桑九的爱情 让他们彻底看清了彼此的心 而这场梦 堪称这部剧中最虐的部分 梦中的女主人公桑九 本来是墨盒中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天生拥有鲜髓 只要好好修炼 总有一天会成神的 可她还没来得及修炼 就把鲜髓送给了明夜 只因自己是墨盒公主 而明夜又吸取了镇定墨盒的宝物 桑九不忍看着父亲杀了明夜 这才拿出鲜髓 罩住整个墨盒的 而桑九的举动 也让她有了嫁给明夜的机会 本以为去了上清神域之后 桑九会彻底从小傍京的身份逆袭 可结果呢 在经历了一次次的误会与陷害之后 她没成神也就罢了 甚至还被自己的情敌逼成了魔 无论明夜想出多少法子来拯救棒族 桑九也回不来了 而她留给明夜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永远不会原谅她 桑九成魔 本以为是班若福生中罪孽的画面了 然而比这更孽的其实是季泽 她是掌管时间的神 无论是过去未来还是当下 她都能勘测到会发生什么 而在她看见桑九的第一眼 就已经意识到对方与自己的缘分了 其实季泽早就知道 桑九体内的那个人是夜西物 而夜西物就是将来拯救苍生的那个神女 既然看到了桑九背后是夜西物 那就意味着季泽早就知道这是一场梦 而且还是明夜的梦 至于明夜为何会制造这般若福生 必然是已经殒灭了 在这整个三界 能让明夜死于非命的 除了魔神之外 就是她自身的情节 所以季泽明白 明夜与桑九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甚至知道桑九将来会成魔 可知道又有什么用 季泽身为神 是不可泄露天机的 恐怕这种洞察一切 却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眼睁睁看着桑九入魔 明夜陨落 再任由小魔神和夜西物等人进入自己的梦境吧 就好比别人告诉了季泽一个惊天大秘密 然而在临走之前 却时刻叮嘱他不能告诉别人一般 如果不是季泽有神的原则在 估计早就憋话了 既然什么都不能做 那季泽除了任由事态发展之外 就只能凭借最后一丝神力 在神魔大战中 将自己封印在荒冤 好在万年之后 跟夜西物来一场邂逅 将杀死魔神的所有办法都告知于他 而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循环 所以才会说 季泽的之而不语 才是般若福生中最孽心的事情 毕竟没有什么比亲眼看着悲剧发生 却什么也不能做的心态更让人难受了 不得不说 季泽身为掌控时间的神 的确承载了太多痛苦